嘴氣要刀枝 歡迎就會風生水氣 那門牙呢 除了看父母之外呢 我經常說 我們說嘴就說別人說不說謊 看嘴呢 是不是 那要理牙都看別人說話 靠不靠得住的 因為如果你嘴歪牙疏 就一定是吹水不抹嘴 就非常靠不住 如果只是嘴歪牙不疏 個人都謹慎少少 又或者牙疏 嘴不歪 個人都謹慎少少少 所以千萬不要嘴又歪牙又疏 兩樣加起來就很糟 我有東西問 是 之前的人說如果門牙有縫 就漏財是不是有 門牙有縫又是漏財 也是對的 因為剛才說的門牙也是講錢的 那個漏財其實就不重要 因為只有縫 看是縫大還是縫小 那麥當拿的門牙就很闊 不一樣那麼有錢 Eddie Matthew也是 所以有時候要印證 當然沒有留意 我經常留意別人的 你留意一下 看他們的相片 不是有線紊給你 不用怕 然後記住 門牙那梭 原來是代表人說話不謹慎 經常誇大 所以你見到很多黑人 不是看少他們 他們本身牙不是很多時候是梭 所以他們說得來 是很靈活的 你試試說得這麼快 你行不行 不行就不行 所以他有他的長處 不過有時有短處 那就是說說話會快一點 有技巧 但是說話快的時候 有時候你的腦沒那麼快 那就是會說錯話 記住了 如果門牙那 所謂說話快 如果你的腦也有那麼快 就代表口齒很靈活 如果你的腦沒那麼快 就很多時候說了的東西 原來他的腦沒想到的 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 那跟著呢 就整排牙都梭 以前我有個朋友就是這樣的 經常說十句 我相信他們兩句 以前我做整頭發售 我一個客人來的 我當然不方便說我的客人 靜靜雞 是不是都說他好 那記住了 看相呢 你拿來賺錢 其實沒什麼作用的 因為賺錢來說 我都說了 我一生人 如果我不做看相算命 我是一個廢人來的 因為我最厲害的是什麼 看別人的缺點 你想想有什麼職業 看別人的缺點可以找到吃的 除了看相之外 我們說都說別人的缺點 你做朋友說別人的缺點有什麼用 沒有用的 所以記住了 你們有時候懂得看相之後 很多東西放在心裡就可以了 不用說出來 又不用刺爆別人的缺點 是對你的生活有用 不用被人騙的 那記住了 牙梭的人又要提醒自己 不要亂說話 你遇到牙梭的人 如果說得誇大太誇大 你又不要相信他那麼多 順一點 接著呢 牙長 牙長不用教了吧 貴 對 牙短 賤 又不是賤 貴的 你不要一定相對 牙短呢 通常說話都不夠技巧 經常開口看著你 那為什麼牙活短呢 應該人牙牙長出來 大概都差不多才對的嘛 那原來牙肉長得低 包住了牙牙 其實手術有得做的嘛 戒高一點點牙肉 那牙就沒那麼短了 原來牙比較短的人呢 是說話不夠技巧 經常開口看著你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情況 又要提醒自己 講話不夠技巧的人 怎樣改善呀 少說為妙 少說為妙 或者說慢點盡量 因為其實言語速度可以控制 經過後天的訓練的嘛 記住說話不夠技巧 就不要說得那麼快了 牙縫梭又是 牙短又是 說得慢點 你就自然比較錯的機會是小的 是吧 你看我有時候出鏡都說錯話的嘛 是啊 我爸爸那麼齊 我都經常說錯話 我們說錯的機會率是小一點的 那這些不漂亮的 說錯的機會率是大 大過我們很多的 那跟著呢 就上及下 其實我上一集都說了 因為上一集說過嘴 其實嘴為何會 及著上面或者下面 及著上面呢 主要是牙的影響 那就是等於刀及牙 下面及上面 就是代表 女人就黑夫 男人就給老婆黑 又是代表黑爸爸 因為上是代表爸爸 那上面及著下面來說 就揚黑陰 那是代表爸爸黑媽媽 亦都代表老公黑老婆 這個記得啦 上一集一樣 跟著呢 有些是崩 讓你先問了 不用說了 左邊崩 就是爸爸容易受傷 或者疾病 右邊崩 媽媽容易受傷 或者疾病 缺也一樣 缺不是甩 兩隻 有時甩一隻也有 甩左邊 影響爸爸 甩右邊 影響媽媽 跟著呢 有時那些人呢 就很大隻犬齒走出來的 有些爆牙 是啊 有叫老虎牙 那我們說了 東不上嘴 西不上腿 記不記得這句呀 日本人我們不用看牙齒 西方人不用看對腳 因為腳長則戰嘛 中國人比例上呢 腰就長些 腳就短些 外國人比例呢 腳又長些 腰又短些 所以外國人腳長就不記 日本人牙齒不齊就不記 為什麼呀 因為民族色彩嘛 又問為什麼 不安書 日本人很多爆牙 是啊 日本人十個穿九個半 牙齒都是不靚的 對不對 民族特色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看上呢 全世界都可以看 不過你要觀察它民族特性 它整個民族都是這樣 那不是優點或者缺點 民族特性是這樣的 就不怕了 那我們如果普通人 牙齒不靚呢 亦都是代表容易說話 不是很夠技巧 亦都是容易得罪人自己不知道的 所以記住了 有犬恥的人說話 都不是很夠技巧的 跟著牙齒向內 牙齒向內 即是全國牙刀及 是不是 不是這樣 不是鞋抽的 刀及的意思是上面彭牙 向內的 這樣生的 這樣生的 經常見 有沒有留意呀 有時刮華的人刮到這樣的 這樣就慘了 原來刀及的牙齒呢 是說話不夠技巧 如果說話不夠技巧 他本來這個刀及牙齒呢 是性格內向 是不喜歡說話的 那他刀及牙 性格內向 不喜歡說話 說話不夠技巧 這樣就變成 不是缺點呀 就不說話而已嘛 但是有時的刀及牙 尚順囂的 是 這樣就慘了 尚順囂代表什麼呀 喜歡說話 是 尚順囂 很喜歡說話 一個刀及牙 性格內向的人 誰知道他很喜歡說話 以前呢 我就有個刀及牙的學生了 說二十幾年前 我還是二十幾歲的那些年輕人 他已經大過我三十幾歲了 都上課被一個不留情面這樣罵走了 嗯 他講的東西是很不合聽的 刀及牙的人 是很不夠技巧 很不夠技巧 是你聽到你都會發火的 所以如果你有刀及牙 或者你朋友有刀及牙 而他很喜歡說話的 一定要提醒提醒自己 因為他們是無心之失 可能 未必有事 因為你大哥 你來上課也交學費的嘛 三十幾歲的人 二十幾歲學生 他無心他不會離學 那些人就會無心之失 我那時候又不夠 咸樣呢 你知道二十幾歲 人也比較壞 記住了 都及牙的人 有時不夠技巧 要提醒自己 跟著牙香愛 那就是刀牙 你有沒有朋友刀牙 都有的 有什麼特徵啊 呃 個唇 不是樣子 是個行為 呃 都是說話多 說話多到不停得口 那些口水噴了出來 記住了 如果有刀牙 我有朋友都是刀牙的 有很多東西說 多到完全不停得口 是廢話 再加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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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著不出聲不答他 他都是一個人說的 如果你有刀牙的朋友 有刀牙的老婆 或者老公 你就知道了 那怎麼辦啊 不要哭一下 叫他 希望改得到 所以結束 為什麼刀牙會這樣呢 這個有關條理事了 那一個人 小過牙牙 大部分人都正正常常的 對 原來呢 我們有說了 講牙又講了 舌尖 原來舌尖 特別喜歡多話 舌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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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道了,所以记住 你找个知己,傾素的对象 千万不要找个露牙肉 或者牙梭梭的 记住,不要随便说秘密给人知道 如果你打算 你静静地找个人传话 说秘密,是秘密,不要说 他就和你传到山,到全公司都知道 所以记住,要识利用人 接着呢 颜色,颜色牙 大部分不是白的,是带微黄色 微黄色是健康的 如果粉白,好像白粉那样 是身体不健康,黑是少年多病 讲到颜色,长短 长,左是代表爸爸,右是代表妈妈 长那只,划事 师傅,那如果神组脱了牙呢 神组脱了牙,我想身体都一般了 是吗,会不会粗瘦的 应该都会的,因为骨是血脂鱼 讲到这里先吧 因为我们还有牙和有点舌的东西 也要照顾牙说,只剩下一点 因为下集再讲 好,我们下一部分有的 街头面上大测试 这么大一块白色?也不是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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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 额,额额,额额,额额 额额,额额 这位置